市的主播橘紅色烈焰不斷奪窗而出 火蛇伴隨著濃煙止蟲天際 消防人員抵達現場布水線緊急滅火 一旁的民眾都非常緊張 因為屋內還有一名老翁沒逃出來 小防人員將火石控制住 隨後爬上公寓找突破口破窗而入 希望能趕快找到老翁 老翁被發現時疑似吸入太多濃煙 已經沒有了呼吸心跳 送醫抢救後懸告不治 恐怖大火發生在台中風源區 由於老翁住在三樓鐵皮夾蓋的閣樓里 因此搜救過程比較困難 至於期貨原因還有待調查釐清 一雙最新主播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